去新增这个流水号 不过有可能 这样的方式其实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自己Key上去 那另外的标题,这个上面的栏位标题尽量用那个冻结窗壳显示出来 不过呢,这样的方式其实 感觉还是不是那么的方便 最好是一个罗布一个坑 帮 这个使用者先制定好,所以制定好的,要怎么样制定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表单 秀出来之后,填完之后,自动帮他做一个加号的动作 然后下一笔之后呢,再往下 往下一笔一笔 有没有 那如果最后呢,你希望把这个资料搬到资料库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顺便单笔搬进去 或者是批次整个搬进去,这个都我们前面都有讲过嘛,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等于是做个简单的复习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我把那个简单的方法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开发了,应该还 还有印象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Visual Basic点进来,对不对 这个环境应该慢慢各位熟悉了 越来越熟悉了 那进到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们这里面 它是一个专案的结构 所以我要在这边加个表单之前 你要先构思一下 里面要放哪些 就是那些画面上面会放的那些元件 那基本上思考一下 我们大概是可以看到 这边有品名 单价 数量 小机 地区 所以等一下就是这些会需要填 那有一些如果是范围固定的话 你可以做成下拉,就不要填嘛 每次要打什么茶叶玩具 那使用者其实很不方便 你就下拉,让他选就好了 他就不会做错了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数量可以自己key 这个是数字部分 然后数量,小机 那小机部分应该是怎么样 是我们自动把它算出来的 而不是说小机还要让他自己在计算机算一算 那这样不合理 另外还有地区 所以会有四个资料是 是 这个 我们要让他输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是 让他填 这个品名单价数量 那小机的话 可能按个 按个那个 就是说 开始计算 或者是 输入资料的话 或者按确定好了 就自动帮我算出小机 让他知道 并且把资料怎么样 写到 这一个 我们的ecell里面 并且帮他增加一个 什么呢 编号进去 那这样就会比较合理 而且 以后呢 反正就表单一打开 而且 这个工作 这个档案打开来 这个表单就 秀出来算了 这样的话 他以后也不会知道 后面存什么 你也减少说 有些 使用者 乱改 或者是说 乱动 造成 档案错误的问题 发生 会单纯很多 你又跟他讲说 反正你打开之后 如果有人来买东西 那你就这样 就有点像 一个 POSE系统 反正你就是这样做 甚至以后 或许会